創意理財近在運通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掌聲響起 這個禮拜的台股峰迴路轉 禮拜一盤中最多跌了583點 創了台股歷史上跌點跟跌幅最大的一天 大家都一起見證了這歷史性的一天 但是呢這麼一跌 市場真的是殺得人心惶惶 戚風苦雨一片 但是隨後呢 連漲四天 K線連四紅指數連續大漲四天 四天的幅度也800點 那麼當連續漲了四天800點的幅度的時候 我想請問投資朋友 你認為下個禮拜 一個禮拜就好五天 會不會再繼續大漲800點 當你聽我這樣問你會覺得老師你氣笑 如果照這種漲幅 來個兩個禮拜就已經到萬點去了啊 重點就在這邊 當台股連續集彈了四天800點的幅度 下個禮拜如果指數開始出現來回的震盪或是有稍微的壓回 合不合理 正不正常 我想大家聽到這裡一定一直在點頭 正常啊合理啊 如果指數在大漲的時候 連續漲800點四天的幅度漲800點 是不是大家都看到了 手中的股票或多或少 哪怕你套得很深的股票或多或少 是不是都有隨著大盤去做了反彈 大部分的股票都有談到了 但是如果下個禮拜 當指數開始來回震盪的時候 股票會不會開始出現強弱分明的狀況 大家是不是又開始點頭了 因為這個大家都有經驗嘛 所以當第一輪的強勢反彈的個股 大家賺到了之後 接下來就是要賺第二輪的嘛 當指數沒有發 沒有帶動的效果開始震盪或拉回的時候 真正有掌聲實力的個股 它才會持續去走它的多頭的路嘛 這個就是我們瞄準的標的啊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 這個周末我們整個研究團隊最需要做的功課 這不只要把我們研究的成果 做功課的成果帶給我們的會員朋友 我們也要來幫助大家 因為在這個地方 它接下來不會是大家語錄均章都在談 不會 它一定有過人的地方 所以我們選股的範圍一定是精簡再精簡 挑剔再挑剔 不管從產業面 從技術面 從籌碼面 尤其是籌碼面 一層一層的來過濾 那過濾完之後 我們會把最精華的個股 整理成一份資料 不只要帶我們會員來佈局 也要送給 想要來賺第二輪強章股的投資好票 所以今天你可以趕快打電話來預約 如果我們禮拜六就已經整理完 我們會趕快傳給大家 讓你第一時間就能知道下個禮拜 一開盤你要鎖定哪些個股 如果我們禮拜天整理完 或最晚到禮拜一整理完 我們就會送給大家 所以今天歡迎大家利用週末的時間 先打電話來預約 把接下來下個禮拜 我們要鎖定操作 繼續賺下去的個股 一起來分享 一起來鎖定 那麼接著我們回到今天的盤勢 今天大盤漲了194點 已經回到了8000點了 所以大家會覺得 真的是台股這兩個禮拜 整個總是峰迴路轉 話說整個8月 我們是不是一再的 跟大家強調一件事 一件事兩個重點 第一個 我們說整個空頭的趨勢它沒有改變 而操作上 策略就是放大作小 為什麼我們這樣子擬定操作策略呢 因為既然空頭趨勢沒有改變表示指數它會震盪走低 那就表現大型全子股它會成為跌勢的主流嘛 所以操作上面你挪一些資金去規避風險 避開大型全子股 甚至於積極的你可以去放空它 因為有趨勢來保護你嘛 因為有趨勢來保護你嘛 但是在空頭趨勢底下我強調過了 像我這麼愛做多的人 你說機會來了叫我不做多 我真的會覺得很可惜 因為做多賺的幅度 它當然會比做空來得大 你想想看100塊的股票跌到0 你賺一倍 但是10塊的股票漲到15塊漲到20塊 你就有五成一倍了 10塊漲到30塊你會賺兩倍耶 所以從這個數字你就會發現 在空方趨勢底下 像我們這種愛做多的人 其實在空方趨勢還是會有做多的機會 而且空方趨勢出現的強勁反彈 它的速度會快 幅度不見得會比多頭趨勢底下來得少 所以在做多賺我們鎖定中小型股 但是要等待機會 所以當我們都完成了 幫他做小這個策略的時候 在上個禮拜三 最重要的時間在上個禮拜三 當天我們做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動作 手上握有的大型全資股的空單 繼續抱著 而做小的部分 也就是做多中小型股的部分 我們全部大功告成 當天我們很明確的跟大家講 而且把我們手中的持股拿來跟大家講 汽車領主見的老朋友 366F帽連 漲停隔天再繼續大漲 兩天16個百分點 我們在一大早全部獲利下車 當天他也震盪拉回了 我說過在空方趨勢底下你要做多 你必須要掌握快很準打代保的策略 重點在這個跑 你該有的集坦的幅度賺到你要記得跑 那跑完之後呢 禮拜三當時的指數還在8000點 跟今天的收盤位置 8000點很接近 也就是說從上個禮拜三 如果你用指數來講 8000點 疊了800點之後 又回到8000點 漲了800點再回到8000點 三南三北走一回 強的股票 當然你把握住禮拜二 跟我們一樣把握住禮拜二 進場做多的好時機 這些股票他又帶我們賺一次了 那大家回頭來看 如果當時上個禮拜三我沒有這樣做 我沒有把所有的多單獲利出清 單單就以貿連來講 他到禮拜一會變怎麼樣 禮拜一他是跌停 已經破了前面的這個低點 哪怕他今天又彈回來 又大漲135.5 還是沒有到當初 上個禮拜三 他當天收盤的位置144.5 最高還有149 指數已經跌了800點 再漲800點 但是有一些股票 你如果沒有掌握到 賺反彈最好的賣點 那你爆下又爆上 可能你會發現他的股價 怎麼回不去了 我並不是說冒臉後面 他回不到那個價位 不是 而是你必須要 當大盤出現 要一段急跌的時候 我們已經嗅到了這個味道 我們毫不猶豫 請我們的會員保持空單 或者是空手 你避開這800點的跌幅 之後 你會發現 當禮拜一 市場一片戚風苦雨的時候 當市場極度恐慌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在做 空單的獲利回補 或者是空手在旁邊看 你眼中 我們都所看到的是大好的機會 因為這樣的極點 我已經跟大家講過 禮拜一那個低點 他難得一見 如果不是因為忽然間 我們出了一個 淨空令這樣扭曲交易制度的 這個限制出來 不會出現那個低點的 所以那個低點 難得一見 表示他看到了之後 很快就會消失 所以 從禮拜二開始 我們是不是開始 帶會員朋友 同時在節目中跟大家分享 進場去賺反彈 因為 上車靠機會嘛 機會來了當然 勇敢的去賺 我們敢勇敢的去賺 就印證了一件事 人是英雄 錢是膽 因為當時我們是 錢怎麼來 空手的會員 他本來就滿手現金 那如果有空單的呢 空單補一補嘛 補一補就有一大把的錢啊 那有錢 你的眼睛也在發亮的時候 你就敢買 我相信 當天很多投資朋友 可能就算你手中的股票是套牢 你也會認為 那個是一個相當棒的 強反彈賺反彈的好機會 可是呢 要你買進或是把手中的持股換到 我們跟大家講的強勢股 你還是會猶豫 你還是會猶豫 還是會擔心說 他如果沒有真的彈上去 或是我換了 從弱的股 換到更弱的股 怎麼辦 你會有這樣的心理壓力嘛 但是如果你滿手現金之後 你沒有這樣的心理壓力 你能夠完完全全的掌握這個機會 那我們做了什麼股票 昨天我們也跟大家講得很清楚嘛 禮拜二當天就已經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大家也都一起賺得到 9951的黃田 當天 來 我們買在這個位置 買完之後 收盤相對高達 盤中最多漲了8.9個百分點 隔天繼續漲 到了昨天禮拜四 漲到最高點156.5 我們在它出現高點之前 請會員朋友全部掛在154.5到155.5這個價位 全部獲利出清 穿價全部成交 短短的三天14塊 放到口袋 三天 老師朋友你可能會覺得 老師你怎麼做這麼快做這麼快 來 再看一次 放大做小 做多中小型鼓的時候 操作策略就是這樣 打 帶 跑 跑 跑的時機 跑的位置 最 重要 你要談的是素食愛情 不是天長地久 所以 強反彈 賺反彈 打帶跑 最重要 昨天 黃田 賣掉之後 是不是 揮出 強迫上蕾了 Safe 很棒嘛 那它今天呢 如果你昨天不跑 來 我們看一下 昨天我們賣完之後 昨天它就已經開始拉回了喔 來 賣完之後 它已經悄悄的拉回 接近平板了 今天呢 有開高 但是沒有夠濁高 還是慢慢的拉回 收盤收在哪邊 我們仔細看 143.5 昨天我們賣在哪邊 155好了 一來一回 又 差了 12塊 對吧 所以這樣賣 我們手上 是不是又有現金 已經開始在瞄準 第二輪的 強檔股 所以我們也在邀請大家 跟我們一樣 同一個時間 一起來布局 一起來賺 那麼另外一檔 運動大聯盟 我們從年初做到現在 來來回回 光價差 我相信投資朋友 你都賺得很開心 142.6的例請 禮拜二 9點半左右買進 當時價位大概在1.12 1.13左右 當天收盤 大漲 最多漲了9.5個百分點 隔天呢 繼續做雲霄飛車 再到漲停去 到了禮拜四 有開高 這個位置 大約在 132.133這附近 全部獲利出清 當天是不是也下來了 短短的三天 又是20塊錢 放口袋 再來呢 今天大盤 繼續漲 盤中漲了200多點 它幾乎都在平板上下震盪 這就是 轉反彈上面操作的精髓所在 我們完完全全示範給大家看 當然 這兩檔股票 我們是不是就此看外它 當然不是嘛 因為它幾漲之後 拉出了該有幅度 你該獲利的先放 先獲利放口袋 那有現金的之後 我們是不是又可以來 買第二輪的強壯股 所以整個運動大聯盟這個族群 我們已經看好了一整年 甚至於我們是看好到明年 巴西奧運之前 還有一年的時間 這個族群 你都必須持續的鎖定 只是它在不同的時間 你會發現 轉強的強勢股會不太一樣 你要輪著做嘛 那輪著做 接下來還有什麼樣的好股票 我們待會兒會跟大家做分享 在上半段的結論 在上半段結尾子 我們還是要邀請大家 這個禮拜 我們整個研究團隊 全部動起來 因為我們要瞄準 當下禮拜指數開始 在震盪整理或拉回的時候 這一些還能夠繼續轉強 強坦大漲的這些股票 而且這些股票 大家不要忘了喔 現在月底 下個禮拜開始要公佈 八月的營收 就我們手中掌握的第一手訊息 我們已經開始在描述 開始在佈局了 而這一些好股票 我們也會放在這一份資料裡面 送給大家 所以想要第一時間 跟我們在下個禮拜 一起來佈局這一些好股票 如果你錯過了 951的黃田 錯過了4426的力情 那麼下個禮拜 你都還要來得及 跟我們做同步的動作 歡迎打電話來 跟我們做預約索取 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現場 機上盒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盒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一體 生活更Happy 縱橫股海成為贏家 滑罐頭顧賴分析師 精準的多空研判 後時的產業分析 順應趨勢做操作 掌控風險擺第一 把獲利變成習慣 把虧損拒絕門外 帶您實時累積財富 帶您客客迎接幸福 速播贏家熱線 02-6630-3221 6630-3221 致富之門為誰而開 滑罐頭顧替您打開財富大門 懂得投資的人 才能將手中的財富握緊 金錢不是憑空而降 理性的投資才是正確方向 滑罐頭顧冠領群雄 帶領真誠專業精進團隊 請找您走向財富的人生 相信專業 現在就撥打滑罐專線 02-6630-3221 6630-3221 你擔心瓦斯外線危險嗎 教您幾個小撇步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曬 由瓦斯行安全技術人員 近期檢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藥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內政部消防署關心您 請先生 不好意思啊 暫停一下 你剛才不是才去過 阿蘇不知道有人介紹 他屬到村的粉 是水的 就那個啊 久以前到阿龍介紹的啊 大哥 來路不明的煙很多是走私的 運送過程中 可能浸泡到海水品質會變差 沒有檢驗的煙 澆油尼古丁都很有可能超量 而且還逃漏煙酒稅 以及健康福利捐 3-1 豬健康福利捐 歡迎繼續收看掌聲響起 我們先來看大盤 這個禮拜 禮拜二到禮拜五 大盤連續漲了四天 K棒也連四紅 漲幅800點 把上個禮拜三之後 連跌三天的跌幅全部給收復回來 那麼如果 在這四天的大漲過程裡面 都說沒有 你慢了一步 沒有賺到強勢股的反彈 甚至於創新高的行情 我相信 你現在一定在覺得可惜 但是呢 我們話說在前頭 你會覺得可惜表示 你也認同這樣的反彈的態勢 它不會就此結束 但是呢 如果美股拉回個兩天 大盤也隨時拉回個兩天 幅度也不要太大 200點就好 可能 你的信心又會開始動搖 真的可以繼續 真的會繼續反彈下去嗎 真的可以做多嗎 然後市場可能又有一些媒體 可能又開始告訴你一些偏空的言論 都有可能 那這個時候 你可能會想 等一下好了 而太弱流想這件事 你又開始忽略放在旁邊 忘記做 那麼當下一次機會來了 可能又要錯過 所以這就是投資朋友你的心態 我們事先先跟大家講 那如果下禮拜繼續 禮拜一禮拜繼續漲個50點 100點繼續漲 那當然你會很有信心嘛 你手中有我們送給你的這份資料 你當然敢買嘛 那如果是真的拉回 美股連續拉回兩天 大盤也真的拉回了200點就好 信心很容易動搖 所以呢 大家會有的心理 我們先跟大家講 但是呢 我們要拿實際的數據來告訴大家 現在市場的法案大戶 它在做什麼 你沒有把信心給穩住 就像我們八月份一直告訴你 空方就是沒有變 當扭轉的態勢來的時候 勇敢在禮拜二開始進場 不就賺到了嗎 空也賺 多也賺 這不是很開心嗎 這個禮拜不是很幸福嗎 來 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用領先指標 來跟大家講 這是八月二十八 今天禮拜五 十大交易人的部位 大家目光的焦點 往往十大交易人 你會落在多方這裡 你會看到哇 三萬七千多口 好多喔 而且幾乎都是特定法人 但是呢 重點不在那邊 重點真的不在那邊 因為那邊有很多 十大交易人那一部分 多單的部分很多都是外資的多單 那我跟大家說過 外資的多單裡面 十多單比較少 大部分是避險單跟逃離單 那重點在哪邊 在十大交易人 空方的部分 仔細看 空方的部分 十大交易人總共有兩萬六千七百六十口 而底下這個瓜虎所代表的就是 特定法人的部位 九千九百多口 佔整個十大交易人 空單的部分不到四成 美港就在這邊 什麼美港 我舉 用一個簡單的邏輯跟大家講 如果法人認為這邊 美股的拉尾或路股有很大的風險 它應該會有很大的避險需求 它應該會去空很多的避險空單 會有大量的避險空單嘛 但是你看到的不是這樣啊 你看到的卻是法人的部分佔 十大交易人不到四成 空單的部分 這告訴你 你說 這一些特定法人 包括三大法人 四大基金 金融機構 這一些特定交易人 他們在現階段 他們避險的需求 避險空單很低 反而呢 這一些不是特定法人的空單 會成為多單眼中最肥的肥羊 不嘎你 不拔你 逼到嘎到爆 他怎麼會罷休 所以這個數據 十大交易人的數據 每隔在這邊 避險空單很低 好 避險空單很低 再來 如果你有摩胎期的散戶指標 你可以發現有一件很有趣的事 這裡在跌的時候 散戶的流倉都是進多單 但是呢 跌的時候都是進多單 表示都在賠錢嘛 到了禮拜二第一天大漲的時候 那你從進多單一千多口 變成進空單一千多口 散戶是正指標還是反指標 當然是反指標嘛 正指標現在避險空單 避險的需求很低 避險空單很低 那反指標散戶現在在用力的做空 沿路連續三天都在做空 你覺得在這邊 到底是做空的風險大 還是做多的風險大 到底這邊是做多的機會好 還是做空的機會好 我相信投資表你都有答案 那再來看一個 為什麼在這個地方 可以連續四天漲了800點 因為現在大家有信心 國安基金它就在底下幫你撐著嘛 就算有利空 它在底下幫你撐著 底下的支撐變強了嘛 你現在不搭它順風撐什麼時候搭 所以回過頭來看 當下個禮拜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下個禮拜要再一個禮拜就好 再漲800點 你會覺得整下回不會這樣嘛 所以下個禮拜指數在震盪或有拉回 這是很正常的現象 那麼強的股票它不受指數干擾 它會繼續走 它會繼續走 所以我們才要在這個時間點 趕快把我們例行的功課做完 把掌握的第一手產業的訊息 在下個月營收可能會再創新高的這些股票 整理出一份 或是籌碼 有先知籌碼進去的這些好股票 整理出來要送給大家 那麼 來時間真的很有限 我們來看幾檔 哇 我去哪裡了 來 沒關係 先看這個 啊 在這裡 在這裡 來先看這裡 這一檔股票 這檔股票 技術面 已經有底部成型的架構在 再來看一下 4G高頻元件 它是最大的受益者 當4G的滲透 4G手機的滲透率持續在拉高 要需要很多的高頻元件 它比 一支4G的比3G要多4倍 再來看 第二季毛利率61個百分點 哇真的是超高 7月營收已經在創新高 8月9月都還有機會創新高 這樣的股票 當然就是我們接下來要鎖定的標的 你想知道這一檔哪一檔啊 來 豪子之江 3億XX 如果你還猜不到 我們也歡迎你打電話進來 直接告訴你答案 歡迎打電話來預約 下週一同一時間再會 本公司與所推薦 分析之個別有價贊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請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合式島塊 使命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鵝排氣密窗 2987 1111 縱橫股海成為贏家 滑罐頭顧LINE分析師 精準的多空研判 透實的產業分析 順應趨勢做操作 掌控風險百第一 把獲利變成習慣 把虧損拒絕門外 帶您實時累積財富 帶您客客迎接幸福 速播贏家熱線 102-6630-3221 6630-3221 致富之門為誰而開 滑罐頭顧替您打開財富大門 總的投資的人 才能將手中的財富握緊 金錢不是憑空而降 理性的投資才是正確方向 滑罐頭顧冠領群雄 帶領深層專業精進團隊 請找您走向財富的人